如果台北人熟悉的中华商场还存在会是什么样子呢 老台北人的回忆大同圆环 如果没有大火或者改建 现在的圆环应该还能保留台北的老味道吧 有一位来自澳门的建筑师 他就用漫画呈现这两个充满回忆的地点 在他的想象中 中华商场变成了西区商城 而圆环变成了大型的城市厨房 建筑大树走在中华商场 买下特制小笼包半成品礼盒 接着再到下个地方 依然蓬勃的圆环变身成大型城市厨房 可以购买半成品直接在镇里自主烹煮 他是来自澳门的建筑师何亭峰 化身成建筑大叔 将他对台北的异想化成了漫画 就是台北人很喜欢它 然后它需要被不断的都市发展 所以它旁边就会盖另外的网络 所以它比它更大的 然后有一点类似就是 更具这个建筑类型去继续发展 建筑大树笔下的圆环变身成为 城市的公用厨房 而中华商场独特的天桥设计 形成了复合式的商圈 何亭峰的正职是建筑师 开始画漫画是为了在忙碌的绘图工作中 找到另一种表达方式 其实它可能在建筑的本身的表现 是没有很有效 但是我觉得对我整理事序 或是跟别人沟通是很有效 可能跟我沟通的对方 他不需要是完全有建筑的 独徒的能力 或是很强大的背景 都可以跟我沟通 其实这一件事反而是跟我 这次帮我蛮加分的 我在讲巷子里面的巷子 就是有点像 它巷子里面可能已经有 小吃点 或是一些很奇怪的旅馆 简单的麦克笔 一笔一画钩了 何清风以手绘的方式 呈现出真实的台北街景 我们熟悉的机车站满走道 还有杂乱武装的招牌 它的漫画说的是台北的火力 我很在乎的是空间 或是我讲的建筑 有没有进来 就是我希望我做的 那个漫画里面的空间 就是会有一些它的存在 就是它会有它的存在的意义 这样子 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我画的那个漫画的主角 应该是那些空间 那是场景 十八岁从澳门来台学建筑 何庭峰坦言建筑设计师的路 不好走 曾经想要放弃 但是建筑大叔的角色 默默地支持着他 让他用画笔想象这个城市 激发更多建筑创作 所以我就想说 我可能可以找自己创造一个角色 让自己觉得 我要变成十五年后 或是二十年后 我还是继续在走建筑 然后在做创作 所以某程度建筑大叔是在鼓励我自己的 在跟我自己对话